好,我们今天进入分式的加减法 在进入分式的加减法的时候呢 我们有分成同分母的分式的加减法 然后过后呢,我们有亿分母的分式的加减法 所以它分式的加减呢,其实是跟普通的加减一样 就好像我们原本有那一个什么四分之一加四分之一的情况之下 它分母一样,它就可以加起来 分母一样,你的分母造写 然后分子一加一等于二 OK,你不用跟我讲四加四等于八哦 那就错了哦,分母没有加的哦 就是我分母一样的情况之下,我分母造写 然后分子可以加起来 然后接着呢,第二个步骤是怎样呢 第二个步骤就是我越减21224 然后它会变成二分之一 所以来到分式的加减的时候呢 它跟之前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它有abxy的存在 OK,可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在同分母的时候呢 它的分母是一样的 这个分母是b,这个分母是b,这个分母是b 所以它整体的分母会是b 然后3加12再减5 3加1215,15减50 所以是分b就是它最终的答案 然后b的这体x加y,x加y是它的那个同样的分母 所以我最后的分母是x加y 然后它的分子的部分就会变成2x加2y 这个变成我的分子,x加2y 然后在2x加2y这边呢 我可以发现到2是能够抽出来的 所以我把2抽出来 它里面剩下x加y 然后它分子是x加y 分子有x加y分母有x加y 它就越减 所以它最后的答案是2 就好像我们刚刚的这样 就是说我的分母一样 我照写,然后分子加起来 然后过后 再来越减 Excuse me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c的这一边 c的这一边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看到2x加2,2x加2 读中的题目它就会 现在是同分母的 它的就很多都是同分母的 让你看到同分母的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的分子呢 就是2x加3 减挂糊起来 减1 所以你看它的分母是2x加2 一样 然后它的分子是2x加3 减挂糊 x减1 减的时候你整个东西要挂糊起来 因为它原本的时候没有挂糊 你要把它挂糊起来 然后在这一边相关下去 它会变成2x加3 减x 减减加加1 然后2x-x 3 加1 4 x加4 下面是2x加2 它已经不能够越减了 虽然讲你可以再抽出 x加1 你这样就更明显的让老师知道 我已经把能够factorize的都factorize出来了 然后已经不能够越减了 这样就可以停下来了 ok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一题它的难度是什么呢 这一题它的难度是 它的那个分母 一个是a-b 一个是b-a 然后我们在之前的那个部分 我们知道我们的b-a 整个会变成减挂糊a-b ok 为什么它是减挂糊a-b呢 因为你看这个我会变成 a加b 它也是b-a 所以我有p-q的话 它会变成减挂糊q-b 然后我的r-s的话 它会变成减挂糊a-r 这个你一定要清楚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个它分母看起来不一样 b-a跟a-b不一样 我把这个变成 这个我变成减挂糊a-b 然后它分母就一样了 然后我用减挂糊 挂糊a-b 然后它变成 2-1 它分母是可以减糊 照样一样 1-b 1和a-b 这个就是它的答案 ok 好 这一边呢就是 分式的加减法 同分母 语义比较难的 就是在最后一题 它看起来好像分母不一样 但是事实上 你可以通过 换符号来 变成这么一样 然后 记得一样东西 就是说 我们加减之后 我们还要越减 所以在 呃 前面 我们能组a的部分有权益 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 我可以试试 我可以试试 解决